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下早安式体前区 早安式体前区能激活我们身体后侧的肌肉群 包括背部的竖起肌 臀大肌 以及大腿后侧的国生肌群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 首先身体自然站立 双脚微微分开与宽不同宽 双手轻轻扶在耳朵的旁边 手肘向外侧打开 接下来吸气 臀部向后伸 保持腰背部挺直 同时向下俯伸 直到你的身体与地面是平行的 感受到臀部以及大腿后侧肌肉的轻微的前拉感 稍作停顿 然后呼气 臀部和大腿后侧发力 将你的臀部向前顶还原站好 我们再来做两次 吸气向下 呼气发力还原 练习这个动作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学习伸宽的动作模式 对很多训练动作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不要出现像摩托这样弯腰攻背的现象 这样会增加腰部的压力 同时还会降低对臀部以及大腿后侧的训练效果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确的动作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确的动作 你需要收紧腰和腹 骨盆和你的上半身应该是成一个整体向下辅身 好 还原 其次不要像这样主动地向前屈膝 这会更多地锻炼到你的大腿前侧肌肉 而后侧肌肉的训练效果会大打折扣 正确的动作应该是 保持你膝盖的位置不动 臀部主动地向后伸 膝盖被动弯曲 好 还原 最后在你起身的时候应该回到站直的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示范 起身还原 身体站直 注意不要过度地向前挺腰 这样会给你腰部造成额外的压力